你知道三国演义在日本能火爆到什么程度吗 当年央视版三国在国内上映之后轰动巨大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部电视剧当时在日本的火爆程度 根本不亚于中国 不仅一经播出就拿下了收视冠军 大结局之后 观众竟然开始上书电视台 请求再播一遍 这在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于是央视版三国就成为了 当时唯一一部连播两遍的电视剧 曾经在网上流传着一段日本街头的采访 50%的人可以直接讲出一些三国人物故事 80%的人表示对三国文化非常喜欢 而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听说过三国文化 其实早在1939年 日本作家吉川的小说三国志 就已经完成了三国文化在日本的第一次盛行 1971年 著名漫画家杭山光辉将这本小说改编成了漫画 谁都没想到 从72年到87年 这部漫画连载了15年之久 并且冲到了历史销量榜第18位 售出高达7000万册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在日本平均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买过三国志的漫画 也正是因为三国文化在日本的火爆 当年央视要拍摄三国演义的消息 已经传出 日本一家电台立刻派人来到了中国 希望能够跟中国合拍 本来谈的是他们负责资金 我们负责制作 但日本在中途却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因为是他们投入资金 所以想安排一位日本演员出演一个重要角色 这个要求让人有些无语 三国这一历史剧作想要拍摄 确实耗资巨大 但为了资金让一个外国人出演我们中国的历史人物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央视果断拒绝了这家公司 于是中日合拍方案搁浅 而这部剧也确实因为资金问题 搁置了一段时间 1989年三国演义拍摄计划重启 这一消息立刻在亚洲各国传播开来 如此举世瞩目的作品 谁来做总导演 无非是重中之重 领导小组每天收到各种各样的推荐戏 但最终他们决定把这个重要任务 交给刚刚拍完《红楼梦》的导演王芙林 但你知道吗 因为篇幅过长 最终确定的导演多达六倍 而且这最精彩的几个部分 三国茅庐 赤壁之战等 那都是出自一位女导演之手 最终确定的导演王芙林